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元素与人类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 化学元素扮演着无与伦比的重要角色 从陶罐和青铜器 到现代社会中的塑料和半导体 各种新材料的出现与新技术的诞生 都依赖于人类对不同元素的深入了解与应用 本书以金 硅 碳等重要的元素作为线索 讲述了人类怎样逐渐形成 对化学元素的科学认知 并结合史料和典故 向读者描绘了这些元素 如何参与到文明进程中的 本书作者孙亚飞博士 毕业于清华大学 是国内知名的科普作家 曾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优秀的科普书籍 包括喜马讲书曾解读过的 迷人的液体 锈石等 本次解读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 我们会从宏观的角度 回顾人类如何形成了对元素的科学理解 而在第二和第三部分 我们将分别讲解金和硅 这两种元素的故事 它们分别是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典型代表 更重要的是 它们都在很早期就被人类所使用 并且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与当今科技 这两种元素能极好的体现出本书主题 那就是元素与文明的关系 好 那就正式开启本子的解读吧 首先咱们得先来聊聊元素这个概念 按照现代的定义 元素指的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 先如今 人们已经发现了一百多种元素 它们可以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大类 为了获得对元素的科学认知 人类可是经过了数千年的探索 早在古希腊时代 西方先哲们就试图理解世界的基本构成 比如亚历史多德就在著作中提到了四元素的概念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土风水火这四种元素组成的 这个理论看似简单 却在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 从炼金术士到医生都试图用四元素的理论来分析各种问题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基本元素则有五种 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五行 在我国古代 五行的概念同样延伸到了医疗起居等方方面面 受限于科技水平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没有人能说清楚物质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而对元素更深入的理解则要等到19世纪 1803年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尝试从科学的角度来定义元素 他提出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元 而大小和性质完全一样的原子就可以被归为一种元素 并且每一种元素都具有特定的质量 也就是原子量 在明确了原子与元素的基本概念后 学术界的相关探索就开始了大踏步前进 比如一位叫贝采尼乌斯的瑞典化学家 在20年里测出了49种元素的原子量 随着知道的元素越来越多 渐渐的人们发现了元素之间的一些关系 首先是一位叫德贝莱纳的德国人 他发现盖 斯 贝这三种元素的化学性质很接近 但他们的原子量却呈现了一种等差数列关系 类似的研究比比皆是 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期 不少学者开始相信 众多元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些特殊规律 揭开这一谜题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门杰列夫 作为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化学教授 门杰列夫对元素特别感兴趣 据说为了探究元素的规律 他把已知的元素名称 原子量等信息 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 并经常摆弄这些 如同扑克牌一样的元素卡 终于在1869年2月 门杰列夫找到了元素间所暗藏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并绘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 在这份表格中 门杰列夫将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 按原子量的大小顺序排列 同时他还将一些性质相似的元素上下排成纵列 在元素表中横行叫做周期 纵列叫做足 一般而言在同一周期内 金属元素位于表的左端 非金属元素位于右端 同族的元素则大多具有相似化学性质 这种看似简单的归纳整理 背后却有着门杰列夫对化学元素深刻的洞见 这张表格不仅很好地理清了已有的实验结果 更神奇的是他还能做出准确的预测 在把63种元素写入周期表时 门杰列夫发现其中夹杂着四个空白的格子 因此他判断 未来将会有四种新元素被发现 而且这些元素分别与铝 鲍 硅 蒙的化学性质相似 据此他将这些未知元素取名为 类铝 类铝 类硅和类蒙 并预测了它们的原子量 比重 熔点等细节参数 四年之后法国学者布瓦伯德朗发现一种新元素 正好对应了四个空白之中的类铝 后来他把这种元素命名为加 但遗憾的是布瓦伯德朗测出加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4.7克 而门杰列夫给出的理论值是5.9左右 这两个数值差距很大 但是门杰列夫却自信地说一定是测量数据有问题 而当布瓦伯德朗将样品仔细提纯 重新测量后显示加的密度确实是5.9 与门杰列夫的预测完美吻合 加的发现强力地支持了元素周期表的科学性 门杰列夫也因此声明大噪 整个学术界对他的理论刮目相看 随后泪鹏和泪硅元素也分别被找到 并被命名为抗和褶 这两种元素的性质也与门杰列夫的预测极为接近 而泪蒙元素德则要等到门杰列夫去世30年后才被发现 因为这种元素需要经过人工合成才能得到 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2016年化学家们正式确定了118号新元素的名称 从而将元素周期表上第七个周期彻底填满 从门杰列夫时代的63种到如今的118种 元素周期表经过不断的完善 仍然在化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 这张周期表会无限延长下去吗 这其实很难 因为周期表中越靠后面的元素 它们的原子量就越大 为了获得这些超大的原子 只能依靠人工的手段 比如使用高温 高压 强电流等方法 有时甚至还要动用 占地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高能物理设备 即便能够得到这些人造元素 它们的稳定性也极差 比如116号元素粒 是科学家通过高能物理的方法制成的 这种元素只能稳定存在几十毫秒 然后它的原子就裂解崩溃了 不过人类发现新元素的脚步仍在继续 说完了人类对元素的认知升级 又目睹了元素周期表的神奇 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具体的元素 看看它们究竟如何影响着人类文明 首先就是金属元素的典型代表 金元素 人类与黄金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很远的过去 在中国黄金的使用至少有4000年历史 甘肃省玉门火烧沟发掘出的金耳环 就被证明是下朝的遗物 而古埃及人更是在6000多年前 就有了使用黄金的记载 而且不论在哪种文明之中 人们对黄金的喜爱都远超其经济价值 黄金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地位呢 本书作者提炼出了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肯定是因为黄金储量非常稀少 人类开采黄金的历史已将近6000年了 但据统计截至2019年 人类历史上所开采的黄金总量还不到20万吨 如果把这些黄金都聚集起来 去铺满一个足球场 那么所能累积的高度也就只有1米3左右 即使目前采矿技术高度发达 每年开采的黄金也只有3000吨 所以物以稀为贵 收藏黄金也一直是人们重要的财富保值手段之一 此外金是一种很稳定的元素 它不容易被空气氧化 也很难被普通的酸碱腐蚀 甚至能在野外直接挖出橙色不错的块体黄金 所以能够耐久的存储 也是黄金地位突出的关键原因 不过量少耐腐蚀 很多元素也能做到 比如薄碧的 但为什么只有黄金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呢 这可离不开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那就是特殊的颜色 绝大多数金属都是银白色或者灰黑色 但黄金却是明亮的金黄色 这样它在各种贵金属中脱颖而出 那么为什么金子是黄色的呢 这个问题看似普通 但却要20世纪最顶尖的一群科学家 来共同回答 要想理解金子颜色的成因 首先要对原子的内部结构有所了解 相关的研究最早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开启的 1911年卢瑟福提出 原子内部存在一个原子核 而在这个核的周围 有很多电子围绕着旋转 随后丹麦学者波尔 结合了一些量子力学的思想 对卢瑟福的模型进行了改良 在波尔的改进版模型中 原子的中心仍然是原子核 但是周围的电子却有了各自的运行轨道 可以想象成是原子核在操场中心 电子在周围的不同跑道上奔跑 在内道奔跑的电子需要的能量比较少 而在外道的电子则需要更多的能量 当然电子的跑道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时候它们会变道 而变道的电子就要吸收或者释放能量 这个变道的过程就叫做电子跃迁 正是这种电子跃迁赋予了金属不同的颜色 当光照到金属时 原子中的电子会吸收一部分光的能量 从而跃迁到更外侧的轨道上 如果吸收的光线正好是可见光的一部分 那么这块金属在人眼看来 就会呈现出与被吸收光 呈互补关系的另一种颜色 波尔的这个理论 用在大多数金属上都十分成功 但遗憾的是金却是个例外 按照波尔的计算 金的颜色应该是白色 显然它的理论失效了 波尔理论的遗憾 要靠另一位大科学家来弥补 他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最著名的理论是相对论 在相对论中有一个重要判断 那就是当物体的速度越快 它的质量就会越大 这个现象在咱们平常生活中 基本察觉不出来 但是当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这个量级时 这种相对论效应就会特别明显 这个规律对于电子同样使用 经过学者们的计算 发现金元素有个特别的性质 那就是在金的原子内部 处于最外圈赛道的电子 它们的速度特别快 甚至超过了光速的一半 据此计算出这些电子的质量 要比静态时高出20% 电子的这种相对论效应 让它们的运动轨道 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 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 对于金元素而言 在发生电子跃迁时 恰好能够吸收蓝色的光波 而在吸收了蓝光后 金的表面就会呈现出 与蓝色互补的颜色 也就是金黄色 所以经过数位大科学家的 共同努力才弄明白 金子之所以闪着金光的原因 也正是出于对黄金的喜爱 人类历史中很多重要的事件 都有黄金的身影 特别是对黄金的争夺 往往会改变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文明的命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西班牙 与印加帝国之间的战争 1492年 哥伦布说服西班牙国王 资助他的航海计划 他的许诺之一 就是要去远方寻找黄金 对黄金的寻求 正是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主要推动力 后来哥伦布幸运地发现了美洲大陆 西班牙国王也安排了大量人马 去寻找他梦寐以求的黄金宝藏 美洲大陆上确实有大量黄金 特别是在位于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之中 印加文明信奉太阳神 而黄金就象征着太阳 据说印加国王的宫殿中 铺满了黄金 连他的梁鞋都是黄金打造的 虽然坐拥金矿 但印加文明在科技上却很落后 他们甚至还不会加工铁器 与之相比 作为入侵者的欧洲人 不仅有着精良的装备 更带来了致命的天花病毒 在枪炮和并军的双重作用下 仅仅160人的西班牙部队 就战胜了拥有数万军队的印加国王 这位国王为了自保 许诺给侵略者们一屋子的黄金 来换自己国家的太平 而早已对黄金渴望至极的西班牙人 不仅没有信守承诺 还洗劫了整个印加帝国 把大量的黄金送回了西班牙 有了巨额的财富 西班牙一跃成为大航海时代最强大的国家 不过西班牙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量黄金涌入西班牙本土 这给当地的金融系统带来了严重冲击 此外 为了保护这些运送财富的船队 政府不得不加大军费开支 这也消耗了太多社会资源 最终在1588年 西班牙被英国打败 从此失去了海上霸权 对于西班牙可以说是 成也黄金 败也黄金 如今人们仍然热爱着黄金 但是有人或许会觉得 在科技发达的社会中 黄金除了装饰和保质 似乎没有别的用处了 其实不然 黄金藉由自身的优良性质 正在各种前沿领域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 黄金不容易被氧气和水分腐蚀 所以它成为了一种 很好的保护层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在手机里 手机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 电子产品之一 手机体积很小 在制造过程中 往往要在很小的空间中 去塞入尽可能多的电子元件 所以 手机的电路导线 也是越细越好 一般来说 导线的材料是铜 但是铜很容易生锈 而在精细电路中 一旦导线生锈 就可能让传输的信号 出现重大偏差 所以 在如今的手机制造中 很多细小的铜导线上 都会再镀上一层薄薄的金 让金来保护铜 而且 因为金的稳定性特别好 也很易于加工 所以 这种保护层所需要的黄金 用量可以压缩到很低 一块戒指那么大的黄金 就能满足几十万台手机的需求 不只是电子产品 在医疗 国防等众多领域 黄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好 说完了金元素 咱们再来聊聊 另一种同样深度参与 人类文明史的元素 那就是硅元素 硅最大的特点就是 太常见了 地壳中四分之一的成分 都是硅元素 其中 硅酸盐占到了绝大部分 所谓硅酸盐指的是 硅于氧为主体 再加上铝铁等元素 结合而成的化合物 我们目所能及的所有盐石 几乎都是硅酸盐 硅酸盐有很多优点 比如它们普遍有着不错的强度和硬度 可以用来做成简单的工具 此外 大部分硅酸盐的溶点比较高 也就是可以耐得住火烧 所以可以用来做成烧烤食物的灶台或者容器 这些都是早期人类能够生存繁衍的关键 硅酸盐的这些优良品质 离不开硅元素自身的特点 在没有其他原子存在时 硅原子会和其他四个原子相连 形成一种四面体的结构 可以把这种结构想象成张开的相机三角架 而这个四面体又可以与其他四面体相互连接 从而构成一个连续的空间网络 这种网络十分稳固 比如坚硬的金刚石内部 就是由碳原子组成的这种网络 不过与碳相比硅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包容性比较强 比如当氧原子想加入这个网络时 硅原子会两两断开 将一个氧原子迎进来 并加在两个硅之间 这样整体上看 氧和硅仍然能维持四面体的结构 而如果是金刚石 如果氧想进来 碳原子的体系无法包容氧 而每个碳原子会被两个氧原子所裹挟 变成二氧化碳飘走了 在硅氧组成的牢固结构中 还可以引入其他不同的元素 从而形成各种硅酸岩 而以硅酸岩为基础 通过加热的方式可以得到人类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淘气 淘气的原料是黏土 黏土是微小的硅酸岩颗粒和一些有机质的混合物 所谓的有机质就是土壤中动植物和微生物产生的一些残渣 这些有机质就像胶水可以把硅酸岩小颗粒粘在一起 往黏土里加点水 它就会变成橡皮泥一样 能够揉捏成各种形状 如果对黏土加热 其中的水分会跑掉 并且带走有机质 从而让剩下的硅酸岩紧密地烧结在一起 黏土稍结而成的淘气与普通岩石在微观结构上存在很大区别 淘气的内部比较松散 因为水分和有机质的淘梨 让内部产生很多小空洞 虽然这种松散结构让淘很容易摔碎 但是这也让淘气变得更轻便 有利于操作和搬运 除了淘气 硅和氧所组成的另一类重要材料则是玻璃 普通玻璃的成分中有四分之三是二氧化硅 另外四分之一是氧化钠等其他成分 相传玻璃的发明来自于一次意外 早年间有水手在沙滩上烧饭 他们把一些苏打块做成了灶台 然后加热 沙子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而苏打则是碳酸钠 这些成分在加热中逐渐融化 最后变成了透明的石头 也就是玻璃 这个故事的确向我们勾勒了玻璃制作的主要手段 但是它却并不可信 因为要想得到玻璃 需要把二氧化硅等原料稳定加热到1000摄氏度以上 在篝火那样的条件下 这是无法达到的 玻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透明状态 那么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呢 所谓的透明其实是个相对概念 人眼能看到的可见光是指波长在390纳米 到750纳米之间的光线 只是对这个波长范围内的光线来说 玻璃是透明的 而要分析深层的原因 咱们还得聊回到原子的内部结构 刚才也提到了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 电子能够吸收光的能量 而光一旦被吸收 这个物质就表现为不透明了 对于玻璃透明的深层原理 涉及一些量子物理的知识 此处就不展开了 你只需要知道 对可见光这些波长的光 玻璃内部的电子没法进行吸收 只能让光线直接穿过去 所以它就是透明的了 而对于一些红外线和紫外线来说 玻璃就不是透明的 因为它会吸收这些光线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 比如那种用来做芯片的单金龟材料 肉眼看上去是黑色的 因为可见光会被单金龟中的电子吸收 但这种材料却吸收不了红外线 对于红外线来说 单金龟就是透明的 所以在使用红外线的一些特殊工作场所中 会用单金龟来代替玻璃 总之玻璃对于可见光透明的这种特性 使得它成为了光学研究的利器 17世纪 牛顿用突凹透镜 建立起了现代光学的一些基本定理 对光线的折射和反射现象 有了系统研究 随后通过不同玻璃镜片的组合 人们又先后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 从而将我们观察世界的能力大幅提高 从微小的细胞到遥远的彗星 人类都能将其纳入眼中 除了光学特性 玻璃的耐腐蚀能力 也让它成为了近代化学中必不可少的材料 在化学实验室里 玻璃制成的试管能够抵抗大部分溶液的腐蚀 还能通过它们随时观察溶液的变化和反应的特点 比如近代化学奠基人波伊尔 就是利用玻璃瓶和玻璃管 研究出了气体的很多性质 哪怕到了今天 化学实验室中的主角仍然是各种玻璃仪器 毫不夸张地说 玻璃就是人类科学启蒙的主要助力 无论是石头 陶器还是玻璃 它们都是硅元素和其他元素共同组成的 而进入到现代社会 单纯的硅元素开始站上舞台 成为信息技术的物质基础 单纯的硅元素有两种结晶状态 在结晶条件不太严格的时候 得到的硅是多晶硅 这种硅块体其实是大量的小晶体所组成的 如果对这种多晶硅进行更精细的加工处理 那么就能得到结晶度更高的单晶硅 目前人们所能够制作的单晶硅 它的纯度能达到1000亿个原子里 只有一个杂质原子 这种单晶硅就是制造计算机芯片最关键的材料 计算机芯片在处理数据时 需要把信息转变为二进制的信号 也就是零和一这两种数字组成的信号 在电路中 要通过控制电路的低电压和高电压 来模拟出这两种信号状态 所以要想做出芯片 就要求材料能够在这两种状态随时变换 为了控制电压的切换 就需要材料本身能灵活地改变导电性 于是问题来了 一般的材料要么是导体 要么是绝缘体 该怎么做到自由控制导电性呢 就要依靠单晶硅的特殊性质了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 一种材料是否导电 要看这种材料中的电子能否流动起来 如果把材料原子中的所有电子 想象成一滩水 那么在导体中 电子如同一条河流 可以自由流动 绝缘体中 电子如同是一个死水潭 被困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能动弹 在单晶硅的微观结构中 每个硅原子都与其他四个原子相连 而它们之间所形成的连接 名为共架键 在这种共架的连接中 硅的电子会困在原子之中 此时整块单晶硅表现出的特征 就是一种绝缘体 不过单晶硅中的电子并不安分 如果外面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比如温度高点 或者受到一些电压的刺激 那么这些原本安分手挤的电子 就会偏离自己的岗位 逐渐流动起来 在宏观层面来看 此时的材料就具有了导电性 套回到水流的比喻 单晶硅其实像一个建有大坝的水库 普通状态时水是静止的 材料是绝缘的 而一旦满足了某些条件 这个水库就会开闸放水 让电子的水流流动起来 变成导体 所以单晶硅的这个特点 让它成为了一种优良的半导体 以高程度的单晶硅为基础材料 再经过复杂的光刻等工艺 就能得到如今我们电脑中运行的芯片 以上我们讲述了 金元素和硅元素的特性 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然不只是金和硅 各种元素都有着独特属性和品质 人类的文明进程被这些元素所深刻影响 依靠着认识元素 使用元素 人类成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 毫无疑问 人类未来的发展 也离不开对元素的应用与开发 好 元素与人类文明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